新港向農會基盤 歷史照顧推動是環境為 福德農村隔離者健康出境合室 聘請專業的治療師 斷領事大透過運動來 強化身體技能 允潤體化 透過兒童頭 趕緊來去看看 一 起來 二 起來 三 起來 第二 老師為考人做動作 新港農會開班 歷史照顧推動是環境為 福德 高齡者健康出境合室 客廳好玩到處理 斷領專櫃輕鬆做運動 這是本會的理人 為65歲以上的高齡者設計 來感謝老師來指導 有簡易的運動 使身體機能的 緩緩退化 還有預防跌倒 最有遊戲中 腦力的激盪 使身心能健康 使歡樂 還有運動能融入生活中 慢慢的 合起來 人家如果有血 因為骨子流血的關係 不會蓋力 所以老師特別占對 高齡長輩 是給補免的 風雞拔倒體操 強化長輩的核心肌群 和肌耐力 基本上我的運動就是 防跌倒的三塊肌肉 最主要 第一塊是靠腰肌 那我們會練 抬腿這個動作 所以長輩每一次都會 單抬腿做個練習 那第二個呢 我們會練大腿 大腿我們會用 直抬腿這個方式 那這塊是骨四頭肌 也是大家 長輩最容易跌倒的肌肉 最容易沒有力的肌肉 那也是可以保護他的膝蓋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那我第三塊 同黨會練我們的 那個核心肌群這一塊 讓他的腰 讓他走路的時候不會搖晃 那腰有力氣 他也不會容易駝背 造成他的跌倒風險更嚴重 所以我基本上 每一堂課程都會針對 這三塊的位置做加強 那偶爾搭配一些有氧 或是個別的肌群 手臂啊 身體讓活動更豐富 大概會是這樣子的設計 趕緊外人主任這次 這段課有個人 80個中間也來報名 帶著老師做回做運動 透過處理的方式 運動變得無壓力 讓中間的人輕輕鬆鬆 完成每天都要當一個 圓寬老化的目標 大中華新聞也豐富 新港採訪報道 現在已經有可能會針對 新港採訪報道 設計算是